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5日 140年前的今天 一个堪称在日后请起民族脊梁的人诞生 他就是鲁迅先生 他的文章时至今日 依然具有强大的批判力量和警示作用 我们甚至觉得先生的文章依然是剖析当下中国社会 乃至窥探今后中国社会的最好的民进 作为教科书上的老熟人 鲁迅无疑是很多人都了解的作家 无论是他的社系 他的顾乡 孔一几藤也先生 还是纪念刘和振军 都曾经是每个学生都喜欢不起来的课文 但当鲁迅妈妈从我们眼中消失 他的文章也一点一点的离开了课本 我们又开始无比怀念起鲁迅来 2010年去鲁迅化开始在网络出现 这一新兴概念认为 鲁迅的作品悔色难懂勾章极具 不适合当代年轻人学习 因此需要被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小鲜肉娘炮无一帆之流 可过去了11年 鲁迅的作品非但没有被大众抛弃 反而是越来越受欢迎 那么所谓的去鲁迅化到底是去的什么呢 难道真的只是对鲁迅文峰的一种研究探讨吗 关于这一点 著名作家于华和莫言的看法出奇的一致 去鲁迅化 只虽会善消成上 其实离不开其背后的宣扬者 他们认为鲁迅的文章重视对社会的批判 犀利的文风直击人性 因此不太适合学生阅读 毕竟鲁迅生活的年代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 太过血腥的文字对孩子的成长没有有利作用 同时他们还呼吁 现在的教育应该和国际接轨 重视现代教育和先进教育 鲁迅的文章显然不符合现代的教育要求 同时过于毁涩 对阅读和背诵也是一种压力 也正是如此 许多学生为了减轻压力 也加入到了去鲁迅化的队伍中 当然 在一些知名的作家眼中 鲁迅的地位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去鲁迅化蔓延发展的同时 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从课本中摘出鲁迅的文章 比如风筝这篇课文就已经消失了 对此莫言和于华都表示 去鲁迅化去的不仅仅是鲁迅的文章 更是去的鲁迅的精神 作为文豪 鲁迅先生的写作风格值得一提 他的文章也是非常具有深意 而他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敬仰 不仅仅是因为其文章 更是因为他的精神 对此莫言和于华坦言鲁迅一直以来 都是他们的精神导师 在文学创作上 他们学习鲁迅的文风 在精神层次 他们学习鲁迅的批判精神 也因此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因此他们都认为鲁迅的文章完全经得起考验 即使有的人不喜欢 但是依旧有着非常多的读者热爱 实际上当代许多作家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莫言坦言自己一直在模仿鲁迅 并且想要深入的超越 可受到鲁迅的影响太深 以至于始终无法从鲁迅的影响中跳脱出来 而于华的活着 有着非常明显的鲁迅风格 他也承认鲁迅就是自己的精神导师 就连当代鬼才贾平蛙都是鲁迅的忠实粉丝 不难发现鲁迅的药和贾平蛙的废肚有着许多共同点 两者在描写人性和懦弱心理时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由此可见 现代著名作家都是鲁迅的忠实读者和粉丝 那些倡导去鲁迅话的人 很可能连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没有怎么看过 只不过是跟着人云亦云罢了 鲁迅 原名周树人 自于才 浙江绍兴人 著名的文学家 思想家 革命家 教育家 以及当今顶流的网红 无论什么话 只要加一个破诊号 再加上鲁迅两个字 都会选得专业了不少 不管你有没有读过狂人日记 孔一记故乡 但是你一定看过不少鲁迅语录 江湖上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说当年日本作家大江剑三郎 接到了诺贝尔文学院的电话后 很兴奋的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却问他鲁迅先生获得过这个奖吗 大江剑三郎瞬间沉默 羞愧了好久 后来大江剑三郎说 我一生的写作就是为了向这个人致敬 就是为了靠近他 鲁迅影响力和才华 我们自然不用多说 咱们今天只是说说鲁迅先生的好外又可爱的一面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以示纪念 人生在世 怎么能少得了吃喝二字呢 当然 作为大文豪的鲁迅也是如此 他不仅能吃而且会吃 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一个妥妥的吃货 这是几年前曝光的鲁迅家的菜谱 有蒸鲨鱼蒸鸡腊肉椰菜牛肉芽菜炒虾 这丰盛的菜谱让人看了只想问 迅哥家里还缺人吗 特能吃的那种 在寂静的深夜 也会想起辣子鸡 想吃的就睡不着 书上说 夜里睡不着 又计划着明天吃辣子鸡 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 做的不一样 愈加的睡不着 写文章的时候呢 总是一边写一边吃 吃的还都是甜品零食 就算是牙齿都长了好几个窟窿 也不能阻止他半夜爬起来找糖吃 书上说 夜间又将藏着的四双糖吃了一大半 因为我忽而又以为 嘴角上升窗的时候究竟不很多 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 不料一吃又吃了一大半 每次发了工资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去法国面包店 买上40个奶油蛋糕 这真的就是属于打工人简单而又朴实的快乐 除了会吃之外 鲁迅在民国时候的时尚界也有一番建树 泡路上搭配威力毛衣 再加一件毛衣开上 并把衣服都塞到裤子里 提高腰线 这样的换搭层次分明时尚又前卫 简直就是民国摩登亮仔 当然他对时尚的理解可远不止这些 肖红在回忆鲁迅现实中写道 有一次他穿红色上衣去鲁迅家做客 他问鲁迅 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摇了摇头 当场给他上一场色彩搭配客 说 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 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 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 红上衣要配红裙子 不然就是黑裙子 咖啡色的就不行了 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 绝对没有下面穿一件绿裙子 上面穿一件紫上衣 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 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 人烫不要穿白衣裳 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 脚短的就一定要穿白鞋子 方格子的衣裳 胖人不能穿 但比横格子的还要好 横格子的胖人穿上 就把胖子更往两边列着 更横宽了 胖子要穿竖条字的 竖的把人显得长 横的把人显得宽 还有就是北大的校徽 也是出自鲁迅之手 北字是背对背的两个人 策立人像 大字呢 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语义是北大的办学理念 即以人为本 他曾经还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经典造型 平头一字弧 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鲁迅 不少人认为周树人就是鲁迅 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他曾经给自己起过一百多个笔名 比如把人所示令非神非 甚至于单就一个字干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让人看了之后不仅想问鲁迅先生 您到底开了多少个小号啊 鲁迅先生骂人是绝不留情面的 他说我大迪是在家写骂人的东西 鲁迅先生不仅闻风犀利 还特别爱好骂人 可以说是骂变了朋友圈 他骂叶林凤不适合做学问 他骂梁石秋是资本家的走狗 并且与梁石秋的隔空对骂 一直从1927年持续到了1936年 旷日持久的骂战 甚至让梁石秋从中积累了经验 从而写了一本骂人的艺术 他骂胡适是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 催人呕吐 他也曾与林语堂在吃饭的时候对骂 林语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 此人已成神经病 他就是鲁迅 著名的文学家 但也是一位好吃淘气 有点脾气 喜欢搞怪的周术人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